我有信心 賴院長已經準備好了 可以接下這一棒 一上臺就要賴清德 則無旁貸 總統宣布隔魁換心血 直進賴清德政經為坐 雙手放大腿 動也不敢動 賴市長就是最適當的接棒人選 從民意代表到第一線的地方首長 賴市長能夠掌握民意的脈動 快速地回應社會的需求 要賴清德好好執行 林權打下了地樁 言語間似乎也透露 林權民調直直落的困境 當總統說到時間到了之時 也是我則無旁貸 站在這裡的時候了 揮軍北上有盤算 在總統府內出示亮相 就怕還沒上任 心已戰火 賴清德連致詞都好謹慎 未來我不僅僅會完成 林院長衛敬的重大政策 也會完成總統所交付的每一項嘉許 展現執行力 提高效力 很快地讓成績能夠看得見 早在六月初 小英就持續探尋 只是和賴清德傳新結 外界也猜測 蔡英文找賴清德組閣 是想替2020暴連任 賴清德在六月 拋出親中愛台論 也被認為是替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找出路 如今臨下賴上 未來新內閣成軍後 是蔡英文施政助力 還是賴清德自己引領民意 一切盡在不言中 記得黃天昭 李冠志的SN小組 台北超夢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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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